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这些视频呢 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未来的AES 就是自动紧急变道 我现在正在换电 然后换电的速度还蛮快的 但是换电站里面 可能会有一点暗 要不咱们等换电完了之后 我们停到边上 我们来拍一个视频 来聊一聊吧 好吧 我觉得就是AES 昨天未来其实是发了一个报告的 这个报告呢 让我很高兴啊 我看到了在安全上 真正做出的些许努力 哪怕它的次数 只有几百次 好 那我们就先换电 等我们换完电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件事啊 好 各位买好 我是斗买买 今天来聊一聊 未来发布的这个春节制驾报告啊 其中让我非常感到有兴趣的一项 是说它AES启动了188次 呃 你别看这个188次 在整个出行过程中 算是一个很小的数啊 但是未来特意把它列出来 其实这188次 都是高风险的 化险为宜 我觉得对于车主来说 其实利益蛮大的 你看整个春节期间 有一些品牌吧 你看到它的智能驾驶 用户在微博上发的视频 往往都是各种维权小视频 但是未来车主们发的视频 好像是AES啊 或者AEB挽救了一些视频 我觉得这个差距 在一点点的扩大 然后给人的感知 但不是那么明显 于是我就想来做一期视频 来聊一聊啊 首先呢 未来的AES AES其实是春节之前在扮演OS310刚刚推送的一个功能 它默认甚至是关闭的 对它是一个β版的功能 需要你手动打开 你手动打开之后 不管你是处于智能驾驶状态 还是手动驾驶状态 AES也就是自动紧急转向功能 都会正常的运行 它的触发条件呢 是分一些场景的 基本上在60公里到150公里 这个场景之内 它都会去判断运行的 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 有被追尾的情景之后 它判断AEB 就是自动紧急自动无法挽救 那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它是会打方向的 然后像在路上 遇到一些对象逆行的车辆 你看这次的小视频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 它也会自动进行避让 同时在遇到一些两轮车 或者说行人在横穿 有的时候就是突然的横穿 当自动紧急制动 已经无法避免的时候 AES的自动紧急转向 也会来启动 还有一些 比如你跟车跟得好好的 前车突然向右一变 然后结果到你的时候 前面就要撞上去了 对吧 这个时候AES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也会紧急切出 再有一些比较风险 很大的夹心 汉堡包场景 就是前车制动了 你也制动了 但是你制动了之后 你后面的车刹不住了 你眼看就要被夹心了 包汉堡包了 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切出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视频 甚至在有实现的情况下 边上是紧急车道 车也会紧急切出的 所以这些功能 我觉得做的都蛮好的 都是真正救命的功能 甚至在今天官方发布的 视频集警里头 有一段是连续触发了两次AES 先是对车触发了一次 向右变完之后 前面又要撞人了 然后再一次对人又触发了一次AES 就是在电光火石之间 你可以看到 车的转向速度 绝对是要比人要快的 其实这也是未来在安全上不予余力 去做的一种表现 简单来说 就是什么样的智能价值是真的安全 我觉得保引公司得认吧 就是保引公司 如果你的车 是吧 不够安全 你明年所有的车主们都会加保费的 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品牌的车 不太容易买保险 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品牌的车 动不动第二年续保的价格很高 但是未来好像看起来 这个续保的价格就非常的合适 本质上来说就是去年有四家保引公司 他们共同认定未来在减少事故率 减少事故损失方面 降低了25% 这其实是很强大的一个成绩 只不过在大家普遍在卷端到端的智能驾驶的时候 突然未来说我来降低出行的事故 我来让大家更安心 好像很多同学们就不是很满意 甚至我看到官方APP上 他们也都在骂 说你做这个有什么用 有时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就是让人变安全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永远有用的 未来的智驾 其实你要严格来说 它城市的驾驶 比如说城市的智能驾驶 确实比友商一些品牌的特定的一些产品 要做的慢了一些 你看未来首先把端到端用在AEB 自动紧移制动上 然后又把它用在AES的自动紧急转向上 在减少事故上做了一些努力 接着接下来要用在博车上 对博车要首先上端到端 然后最后才会去上城市的智能驾驶的端到端 然后未来这个端到端也是基于NWM 就是未来的世界模型来一起做的 我们都知道现款车型 加的是四颗ORI X的芯片 算力是1016T 而市面上主流的大多数品牌的产品 要么是一颗 要么最多是两颗ORI X 难度就在于 有一些使用两颗ORI X的品牌 它在城市的一些体验 只要不出事故 它的体验表现的比未来都要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车主们就会比较着急 对吧 然后在自己的APP上骂 在微博上骂 然后正好有一些水军也利用这一点 当然一方面确实是 自己在城市驾驶上做的不够好 就被人抓住这一点 一直在黑 去年几乎黑了有小半年 但是怎么说呢 任何一个企业它都有自己的先后顺序 那不可否认的就是在端到端的城市支架上 我觉得未来做的是慢的 但是在安全上未来做的是领先的 只不过现在安全这个点不被大家所认可而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安全这个点就在传播上就不那么容易被认可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既然智能驾驶的技术 大家已经普遍收敛了 都是说基于端到端 基于世界模型 这样做是没问题 VLM甚至以后需要强大算力的VLA这个路径也比较明确了 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我觉得作为最广大意义上的消费者来说 把安全做好这件事没错 你想一个春节过来之后就某品牌吧 又是撞人 又是在过高速公路的扎道的时候去撞分界线 对吧 又是撞击护栏的 大家应该看到很多视频 我觉得这事不对啊 就是你做一个 虽然你说什么千人团万人团多少个clips 但你拿用户的生命去尝试这件事 我觉得不是很对 然后智能驾驶什么时候真的好 或者说自动驾驶吧 什么时候能真正的取代人类驾驶 那你就看国家嘛 国家对于L3L4其实是有试点的 全中国就十家车企有资格做这个试点 未来是其中一家 我瞧了一眼 应该也是新势力唯一的一家吧 反正就很多这些方面 反而未来没有宣传出来啊 然后到消费者这感觉就是未来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对吧 反正国家的L3L4实家企业未来是其中之一 再说前面也说过了 保险说未来降低了事故损害25% 你信不信吗 反正保险公司说它降低了 那以后大家反馈的成果就是保险的成本是下降的 嗯 就是这样一个铁 大家虽然都在骂 但是安全的底线 我觉得守住这件事挺重要啊 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我也不怕你们骂 我觉得做正确的事 在慢的地方 那就努力的把它补回来 我也觉得这个城市做的慢了 就是你把安全做好 没问题 这个事该做 但是你城市也做的慢吗 这也是事实 那就一旦出现了这样 城市做的慢的事实 你就挨骂 那你就挨打立正 赶紧改正好 那我希望未来的NWM 就是世界模型 能早日有一个能让上车 能让我去用一用的版本 好吧 好了 以上就是懂买买关于AES的一点小视频 希望能对你客观的去看未来的智能驾驶 或者说觉得未来到底有没有技术 有一点帮助吧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设计计 懂买买在头条B站微博 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